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尔克森闯的祸 关键是他能替谁呢 爱尔克森在上岗能替换每个外员 爱哈迈多夫对上岗作用相当的大 奥斯卡队中前场对上岗的进攻起到了很强的效果 胡尔克重炮前场碾压机 相信经常看上岗比赛的球迷知道 胡尔克对上岗的作用相当的大 那么这样一算下来 爱尔克森能顶替谁 别总怪教练 教练自己也头疼 踢得好就什么都不说了 踢得不好了就怪东怪西 怪主教练怎么不强整阵容 不让爱尔克森上 爱尔克森上场之后还是出球 这又是什么原因 这又挂在谁头上 不可能永远提顺风球 所以球队一定要有抗压能力 比赛的大起大落 原因一定是心态的不成熟 目前上岗不缺钱 不缺人 不缺纪律 目前上岗的球队纪律还可以 没有球员长时间停赛 什么都不缺 缺的就是那么一丁点运气 怎么说是缺运气 看看去年足鞋杯跟生花的比赛就知道 从阵容来看 上岗的完全碾压生花 从这么多年的上海得比来看 上岗每一次都是碾压生花 可偏偏足鞋杯就是让生花占了便宜 夺了冠军 这不是缺运气 是缺什么